大家好,我是Stan Nujiis歌曲《Puburgum》抄袭争议 登上了韩网的热色 7月18号,根据媒体报道 英国乐队Shakata Farm 针对被指控涉嫌抄袭的女团Nujiis的歌曲《Puburgum》 聘请了韩国国内的法律事务所 并发出了内容证明 要求停止使用《Puburgum》并赔偿损失 据了解,英国YG Music Group 在今年6月中旬发出了正式抗议信 并将Odoa及母公司海埔 韩国音源著作权协会、索尼音乐 韩国分公司等6个机关指定为受信任 该法律事务所表示 位于英国伦敦总部 作为Shakata歌曲权力方的YG Music Group 委托传达了该文件 文件指出 未经YG Music Group同意 由Nujiis录制并目前正在使用的《Puburgum》这首歌 无授权使用了Shakata的歌曲 侵犯了著作权 要求立即采取包括停止使用Puburgum在内的措施 请确认并了解其中包含的停止使用 报告受益 权力人变更、书面保证、损失赔偿等内容 在附加文件中指定的期限期天内 请完全旅行要求事项或提供保证 并将此通知直接告知YG Music Group 预告了可能进行的法律应对 而Shakata方在附加文件中指出 作曲上包含相同的节奏和音调 独特的旋力沟口相托 电吉他和笔子的使用等相似 节奏实质上相托 将两首歌曲并拍比较即可证明 Eazer Seddon的节拍约为104BPM Puburgum约为105BPM 几乎相同 我们来听一下被指控的部分 而对于Nugens Puburgum 涉嫌抽携问题 额多尔的相关人士对媒体表示 有关上个月17号Shakata方面发来的内容证明 于21号Puburgum创作团队的法律组 已做回复了 Puburgum并未使用Shakata的作曲 并要求对方提交具有公信力的分析报告 6月21号Shakata方面表示 将很快提供报告 但截止目前 报告尚未送达 提出问题的一方 应提交证明抄袭的报告 Shakata方应对此做出回应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很搞笑 其他团体的概念相似就猛烈批评 现在最重要的歌曲被原作者指控抄袭了 如果只是因为重复了五个音符的节奏和副歌的三小节就被指控抄袭 那干脆说所有流行音乐都抄袭上帝的好了 为什么总是用这种荒谬的理由吵话题呢 抄袭的标准复杂且模糊 所以在结果出来后再批评也不迟 不过在其他组合的相似性问题上 他们曾经被黑得那么厉害 所以现在会出现这样的反应也可以理解 Shakata方都现在还没有发送分析报告 难道是他们自己也没把握了吗 真好笑 原作者已经说这是抄袭 并发送了内容证明 却要求对方再提供有公信力的分析报告 应该是他们对内容证明中提到的相似性进行否认和解释不是吗 批评别人家孩子的时候没有公信力资料也能批评 对自己家的孩子却要求提供公信力资料 我也喜欢牛吉祠的歌曲 但因为主意改编就这样反应是不是太过分了 按照这种逻辑 为什么没有被认定抄袭的艾里却被嘲笑和批评 目前在韩网负面的留言比较多 所以对于牛吉祠的抄袭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打破七年魔咒的Stray Kids 7月18号JVP娱乐官方宣布 明年初专属合约即将结束的Stray Kids 全员都完成了续约 Stray Kids在2018年3月正式出道以来 每张专辑都包含他们亲自创作的音乐和故事 并通过相应的独创性表演和内容 赢得了国内外粉丝们的支持 所以Stray Kids继续走滑路吧 любов去见下来 与你离太多 啊 啊与别 啊 啊